好 圣词看完之后我们来看看课文部分 先来看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We have learned to expect that trains will be punctual 这句话比较简单 We have learned 我们已经学会了 去干嘛呢 to expect 去认为嘛 怎么样呢 后面大家并语重句 Trains will be punctual 火车应该将会是准时的 我们已经学会了认为呢 火车应该是准时的 这句话比较简单 那么第二句话 为什么认为火车准时呢 第二句话说了 After years of conditioning Most of us have developed an unshakable phase in railway timetables 那么经过多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老师在词语中讲过 这个conditioning可以表示潜移默化的影响 表示这个意思不可数 怎么样呢 Most of 我们中的多数人 Have developed an unshakable phase in railway timetables 已经养成了一种 对于这个列车时刻表啊 一种不可动摇的一种信心 认为列车时刻表一定准确 不会有任何错误 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重要词 叫phase 那么前面有一个形容词修士 叫unshakable 表示不可动摇的信心或信念 这个修士语特别多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phase 这个词常见的修士 我们以后可以放心用了 比如说 对某个事情的巨大的信心 强烈的信心 叫great phase enormous phase 或tremendous phase 这些词咱们前面都见过 enormous和tremendous 本来表示巨大的 强大的 很多的 很大的都行 再比如说absolute phase 或implicit phase 叫绝对的信心 对某人某事 有绝对的信心或信念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两词 absolute impl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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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absolute在这儿 同一词 都是绝对的 还有呢 complete 或者total phase 对什么什么 有完全的信心 百分之百的信心 还有unshakable phase 百分之中的 不可动摇的信心 中间这个shake 不是摇汗吗 动摇吗 还有像blind phase 就盲目的信心 叫盲信了 这是这个phase 这个词经常 可以直接形容词 来限定它 那本文中是 对什么 渐渐产生了信心 这是一个动词 develop 跟phase经常搭配 咱们看动词搭配 develop phase in 就是对某个人 某个事情 渐渐产生了信心 但注意后面 接词搭配 都得加in 再比如说 对什么什么有信心 how phase in 对什么什么有信心 I have faith in you 我对你有信心 我对你有不可动用的信心 随便用刚才修设 I have unshakable faith in you 就好了 对吧 这个再比如说 看几个常见的 其他的动词搭配 put face in 或place face in 叫对什么什么 倾注了信心 we have put too much face in doctors 我们对医生呢 可能倾注了太多的信心了 或者用place face in 都行 两个动词能替换 再比如说 shake 或者 undermine face in 动摇了我们对什么什么的信心 endermine 就削弱了我们对什么什么的信心 注意后面 对什么的信心 这次一定加in 还有呢 像destroy face in 摧毁了 毁掉了对于什么是信心 完全毁灭了 还有像loose face in 丧失了对于什么什么的信心 可以 还有像restore face in 恢复了对于某人或某数的信心 都可以 这是face这个词 这个几个常见的动词搭配 本文中是渐渐形成了 渐渐产生了信心 对于什么呢 in real way timetables 对列车是个表 这个timetable在这表示时间表 或者有的时候表示课程表都行 那么在本文中 timetable用在英联邦国家多一些 在美国呢 多数款的skedule 都是表示日程表 时间表或课程表 我们两次分别都读一下 timetable skedule 都可以表示这个时间表 或者时刻表 日程表 日程安排都行 我们看一些例子 train timetable reway timetable 或者real road skedule 都行 就是列车是个表 这个reway呢 一般用在英联邦国家 这个real road 一般用在美国 所以美国可以叫real road skedule 列车是个表 这个都行 再比如说college timetable school timetable 或college 或者school schedule 叫做学校里的课程表 大学或中小学的课程表 还有考试日程 exam或者examination timetable 或者用skedule 这个都可以表示 考试的考试日程 今天考哪门课 是这么来说 这个第三句话 他继续来说了 说ships may be delayed by storms flights may be cancelled because of bad weather but trains must be on time 好 这句话咱们看一下语法成分分析 那么这句话呢 其实是but 来连接两个并列的成分 前面是一个成分 后面一个成分 这成分是并列的 在前面的并列成分之中呢 又包含了 又分号分开的两个小的成分 第一句话说 那么轮船呢 可能对暴风雨而当个 这个航班飞机呢 可能因为有坏天气被取消 这两个句子之间又是并列的 所以呢 首先是but 前后两个巨大的并列 然后呢 在前面第一个并列句中 又有两个分号 两个句子并着到一块 而构成这么个结构 这个火车一定要准时 这个on time这个词 其实准时的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我们在第一行 在第一行出现的形容是punchu 这里要再用punchu的话 跟它离得太近了 就重复了 on time就像那第一行的punchu 这个由but连接 或者and连接两个并列句的成分 前面右手分号连接 两个内部的并列成分 这个结构咱们以前见过 咱们复习一下 在第27词里面 就130页的第18行到第19行 130页的18到19行 你看这句话中有说but 来连接两个比较大的并列成分 而在第一个并列成分里面 又是个分号 又构成两个内层的并列成分 对吧 那么第一个记得说 这个他流浪汉了 他可能会打猎 乞讨 甚至偶尔偷东西 来让自己活下去 然后第二个小并列成分是 他甚至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呢 还会做一些工作 好了 第一个 巨大的成分完了 里面两个小并列就构成 然后but 引出第二个大的并列结构 但是他从来不会牺牲 他作为人的自由 跟本文中句子是如出一辙的 非常类似 好 下面一句话说 Only an exceptionally heavy snowfall might temporarily dislocate railway surfaces 就是说 只有那些特别特别大的 这个大雪呀 才有可能暂时性的 打乱这个铁都 这个列臭符 这个exceptionally 这个词在词后中讲过了 两个意思 一个是例外地 反常地 另外一个是集体 这里当然是第二个意思的 特别大的大雪 这个snow 有的是不 snowfall是什么意思 snowfall跟snow 类似 它有两个意思 表示降雪 或者是降雪量 那么表示这两个意思的时候呢 都是可数不可数都可以 本文中是个可数名词 前面加了个an 一次特大的降雪 它做不可数名词也可以 降雪或者降雪量 我们看一些例子 heavy snowfall或者light snowfall 表示大雪或者小雪 一次很大的雪 一次很小的雪 降雪并不太多 还有呢 你想annual snowfall和average snowfall 在这里就得翻译降雪量了 annual是每年的 年降雪量 average是平均的 是平均降雪量 随降雪或降雪量都可以 可数不数都可以 在本文中是降雪的意思 在本文中是当可数名词来用 只有那些特别大的雪怎么样呢 这个match推测有可能 temporary是临时的散识的 dislocate 咱们在以前讲 在词中讲过 就是打乱了打乱了 铁路符 这个temporary 咱们以前说过 它的字典中音往往是temporary 但在美音中的方法 重音后移 读上temporary temporary 重音会后移 它的形式形式是临时的 暂时的 这在以前这么讲过 是复习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形式 temporary temporary 这是临时的 我们复习一下 在122页的第14行末尾到15行 122页 14行末尾到第15行 temporary rudder was made on board from spare planks and it was fitted with great difficulty 一个临时的舵呢 在船上被做好了 用那些多余的木板 并且呢 非常困难的 终于把它安装上了 这是临时的25盒 咱们说过 好 下一句话中出现了 重要的一个语法点了 咱们看的是怎么说的 It's all too easy to blame the railway authorities when something does go wrong 它说当事情出问题 出错的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去责备 这个铁路当局 铁路管理部门 咱们先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It is all too easy 前面这个it 又是一个形式主语 这个主语是个白事 真正的主语呢 是后面这个动词不定式 to blame the real authorities 责备那个铁路当局 铁路管理部门 这个事实在是太容易了 然后呢 后面那个 万引导黄颜色 当然是一个时间状态从局 当一些事情确实出错 出故障的时候 出问题 我们很容易去责备 那些铁路管理部门 这个句话中为什么重要呢 主要是因为 to-to 这个特殊的翻译 我们知道这个to-to 这个结构 第一个是两个的to 第二个是一个的to 这个一般翻译成太怎么怎么样 而不会如何如何 这是正常的一个含义 就to-to的翻译 你比如说 he was too excited to say a word 这个人太兴奋了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是太怎么样 而不 这个第二个to里面 藏着一个否定的含义 但是本文中 你不能说 这个太容易了 而不去责备它 这个从逻辑是错的 为什么本文中 我们说非常容易 去责备铁路当局呢 我们记住 在to-to 这个特殊结构中 如果第一个 这个副词 to-to 它后面跟上了 以下这四种类型的形容词的时候 那么一般来说 得做某 所以翻译成做某事 非常的如何 或者做某事 甚至求之不得 哪四类型词呢 李老师分好了类 咱们就好记了 第一类 就是glad 或者pleased 翻译成高兴的 做某事 非常高兴 第二个是ready willing 等等等等 表示愿意的 乐意的 我非常愿意做某事 第三类 是easy 或者apt 很容易的 很容易去做某事 容易的 最后一个是eager angish 等等等等 迫切的 非常迫切做某事 记住 高兴的 愿意 乐意的 容易的 还有迫切的 如果第一个to 后面跟上这四种形容词的话 那么一定翻译成做某事 非常的如何 简直是求之不得 本分钟是哪个 是哪一种呢 是第三种 容易的 很容易去责备 贴住当局 咱们看一些例句 先看本分钟 It's all too easy to blame the real authorities 这个easy 是属于第三类 容易的 来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I'm too pleased to help you 这是属于刚才 咱们说的第一类 哎呀 我非常高兴 很高兴帮助你 可不能发现 我今天太高兴了 就不帮助你了 这个是讲不通的啊 帮助你非常高兴 甚至求之不得 再比如说 She's too willing to marry him 这属于刚才 我们说的那个第二类 表示 这个乐意的愿意的 这个女孩子 非常愿意嫁给她 哎呀 嫁给你 我求之不得了 哎 非常乐意 而不能说 哎 这女孩太愿意了 就不嫁给你了 这有毛病了 这不突顺呢 我们看到 出现这四类形容词的时候 我们后面 这个 这个 TOD2 不能发现太子们而不 而做某事 非常的如何 这个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看最后一类 就是迫切的 He's too eager to pass the exam 不能发现 他太迫切 就不通过考试了吧 这不通说 不不 是不通说的 在翻译成 他非常非常迫切的 急切的 想通过这门考试 你看刚好是这四类 高兴的 乐意的 容易的 还有迫切的 记住 出现这四类形容词 TOD2 特殊的翻译 那么还有同学说呢 为什么本文中 这个Easy前面 这个too easy 那个too前面 还有一个 all来修饰呢 这个all在这 当然是个负词了 这个all在这 不能发现 都是全部的 不翻译出来 它只是语气词 我们知道 在too true 做这 特殊这种含义的时候 它经常在 too前面 再加一个负词 来加强语气 就不翻译出来了 依然是做某事 非常的如何 就在too true 这四种特殊用法的时候 第一个to前面 经常加某些副词 来限定它 进一步加强 做某事的 这个非常急切 急起的这种心情 哪几个副词呢 一般来说 是这三个副词的 某一个 only all 或者but 注意 这一定在表示 做某事 非常的怎么样 这个时候 to前面 才用only all 或者but 这三个词 都不要翻译出来 不要翻译成 只有 全部的 但是 这都不对哦 还是表示 做某事 非常如何 只不过语气更重了 你看在本文中 It's all too easy to blame the real authorities 就我们非常容易 去责备铁路部门 It's all too easy 这个all 在这不能翻译全部的 是语气损 在比如说 再看一些例子 I'm only too pleased to help you 不能翻译 我仅仅是很高兴 依然是我非常高兴 帮助你 这only 跟前面all 一曲同工 在比如说 They're about too glad to do so 他们非常非常高兴 这么来做 不能翻译 他们但是非常高兴 这个but不是但是 是语气词 你看all only 和but 经常放在这种 使用场合下的 TO的前面 进一步加强 那么咱们再看一看 四册的28个 病人和医生里的一句话 四册28个 And the doctor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is only too ready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咱们未来跟林老师 在四册28个病人和医生中 还会看到这个句子 四册里的精彩句子更多了 并且负责这个部门的 这个医生怎么样呢 实在是太愿意 给这个病人们提供这些 他们需要的东西了 ready在这不是准备好的 是乐意愿意的 非常乐意 这个only不能翻译 仅仅很原意 好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知识 咱们把它记住 否则很容易翻译错 理解错 好 回到文章中 这里说 the real authorities 为什么没有翻译成 那些铁路权威们呢 这是以前的旧知识习 the authorities 我们在三十个幽灵之词 说过 可以表示 当局政府 当局管理部门 这个一般都剩附数 即便就一个政府 一般习惯用附数 你像the local authorities 叫地方政府 当地的一些政府 再比如说 那个中国政府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不能翻译成中国权威们 这是中国政府 而且表示政府 这含义一般用附数 而且要加定了四段 一般 再比如说 我们看 在第三十个回忆下 一百四十二页的第十八行 一百四十二页第十八行 这句话 fearing the authorities Eric remaining hiding after the war as well 因为害怕 政府当局的惩罚 埃里克呢 在战争结束之后 依然处于隐藏状态 害怕当局 害怕政府 不是害怕那些权威 这个用法 其实早在第二侧就出现过 咱们回顾一下 在第二侧的用法 在第二侧的第六十二颗 新概念第二侧 新概念语语第二侧的六十二颗 大火之后 这个书 when the fire had at last been pulled out the forest authorities ordered several tons of a special type of grass seed which would grow quickly 在这个大火最终被扑灭之后 这个森林当局 森林管理部门 那么订了 这个好几吨的一种 特殊类型的一种草籽 就这种草 这个草籽发芽特别快 长得特别迅速的草籽 避免水土流逝 the forest authority 叫森林管理部门 森林当局 本文中 the river authority 铁路当局 铁路管理部门 你看 意趣通过之表 好 再回到剧种 后面说 when something does go wrong 这个go wrong呢 这是我们三十三个的复习了 早就讲过了 go wrong可以表示出错呀 出问题呀 或者不顺利 当问 当有些事情出错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去责备 是铁路部门 他们的问题 好 这个表示这个意思呢 我们回顾一下 在第三十三个里边 一百五十四页的第一行 一百五十四页的第一行 we have all experience days when everything goes wrong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 那些事事不顺利的 这个日子 事事都出问题 都出错的这个日子 go wrong跟本文中这个 是非常类似的一个用法 好 这个句子出现了重要的支点 而且里面小的 一些支点也特别多 咱们看能不能把这句话 复述一遍 我说当某些事情 的的确确出故障 does go wrong 这个does 强调肯定是什么 加强语气了 对吧 就的的确确出故障的时候 出问题的时候呢 很容易去责备 铁路当局 铁路雇门 好 我们跟老师一起来复述一遍 it's all too easy to blame the railway authorities 从句 when something 的确 does go wrong 好 再来一遍 咱不中断 这个 it's all too easy to blame the railway authorities when something does go wrong 类似造故障 当问题和困难 确实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在这里 我们这个词 在英语中就不用写了 像本文一样 很放弃梦想 那个事情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放弃梦想 用动词不定是to do 放到后面 前面形式主义就好了 问题困难出现了 咱们以前讲了一个动词 叫arise 的确出现 就do arise 因为前面问题困难是复述嘛 用do就好了 我们先说这个 我们很容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就give up of dreams 就好了 看看该怎么说 我们复述一遍 it's all too easy to give up our dreams 什么时候呢 when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do arise 当然这个鼓掌 不是因为放弃梦想 而是因为我们句子 造出来了 而且特别地道 对吧 我们再来一遍 再看啊 it's all too easy 这实在是太容易 干嘛呢 什么太容易呢 真正主义之后面 to give up our dream 这个事实在是太容易了 什么时候 当问题和困难 的的确确出现的时候 arise是问题困难出现了 加个do呢 的确 本分中是复数 所以就不用dust 在这个课文里面是单数 dust就好了 好 那我们一般人都会说 那肯定是铁路部分搞错了吗 但作者再下一句话说了 他说 the truth is that when mistakes occur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ours than theirs 作者说事实是 当问题 一个错误出现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呢 他们更可能是 我们自己错了 而不是他们错了 我们看看这句话的 句子成分的分析 the truth is 这个by answer 句子主干结构 是主语和系动词 这是主系表结构 那后面这个 that 从句一直到句末 那明显是一个表语从句了 属于名词群从句的一种 在表语从句中 先牵套了一个 时间状语从句 when mistakes occur 当错误发生的时候 这牵套在表语从句 那一层的 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做表语从句的 时间状语 然后day这个day指的当时mistakes了 这些错误呢 更有可能是我们的 而不是他们的 不大可能是他们的 这个hours和days 在本文中用的都是协体字 林老师在第一课就说过 印刷字体的变化 是表示这个词比较重要 因为它印刷字体变化比较醒目 咱们读的时候呢 不能斜着读 不能说 hours than there 不能这么读 就中读一下就好了 more likely to be hours than there 中读一下就好了 字体的变化是突出 说明这个词是重要词汇 好 这个句子本身并不太难 这个more likely to be there than there hours than there 就发现了 更有可能是我们的 而不大可能是他们出错 这个大多数是我们自己错了 注意这个more than呢 有个重要的翻译 结果在本文中不一定这么翻译 但有的时候它有个重要的翻译 这顺便我们出现了 可以说一说 叫more什么什么 man什么 有时可以翻译成 与其说是后者 不如说是前者 特别是在more和man 后面跟同样的词性 或结构的时候 都跟名词 都跟形容词 都跟短语 都跟从句 等等等等 这时候一般多翻译成 与其说是后者 不如说是前者 但在本文中呢 一般就不这么翻译了 我们本文中不翻译成 与其说是他们的 不如说是我们的 但是本文中因为有个likely 这个词 还是翻译成 更有可能是我们的 而不大可能是他们的 这么翻译好一些 但有些搭配里面 这个more than 确实得翻译成 与其说是后面的 不如说是前面的 尤其在后面词性 和结构一样的时候 咱们看一些 简单例子 it is more a poem than a picture 你不能说 它更多是诗 而比画要多 这不通顺呢 这个按照刚才 那个逻辑就好翻译了 你看后面都是 跟名词短语 该怎么翻译呢 这与其说是一幅画 不如说是一首诗 这个非常优美的句子 与其说是一幅画 不如说是一首诗 后面都跟名词算语 再看一个例子 he is more diligent than clever 按照刚才的逻辑 该怎么翻译 与其说他聪明 不如说他勤奋 为什么成绩好啊 其实人家是勤奋 与其说聪明 不如说是勤奋 再来一个复杂点的句子 the present crisis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is more apolitical than an economic crisis 在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里边当前的这个危机 与其说是一个经济上的危机 不如说是一个政治上的危机 这个apolitical 后面省掉了crisis 如果前后都有的话呢 我们后面写一个 前面就不写了 所以后面跟的 依然都是名词短语 我们在里面 capitalist 可以表示 这个资本主义的 或资本主义者 在我们现在当前的 这个president是当前的吗 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的危机 与其说是个经济上的危机 还不如说是个政治上的危机 与其说后者 不如说前者 好了 这个第一段 作者先大致介绍一下 这个飞机和轮船 有可能出问题 但火车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从从小都认为 火车是没问题的 但是一旦出问题的话 大家都是责备铁路当局嘛 但是作者说 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我们自己错了 而不是铁路上出问题了 这位第二段故事的发生 就埋下了一个伏笔 好 第一段 我们跟老师先学习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